郭靖死后 郭襄行刺忽必烈遭遇一高手 回鹅梅没多久就嫁鹤西去 通过全篇神雕侠侣来看 郭襄是一个秀美豪迈的小女侠 而在《倚天屠龙记》的原文里 金庸也借着紫山龙王的一句话 证实了郭襄到了一天时代 仍是一位侠甘义胆之人 书中是这么写的 紫山龙王对灭绝师太说道 郭襄郭女侠的剑法名动江湖 不知道了你的手里还剩几成 我们知道紫山龙王武功卓绝 还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 可他在提及郭襄的时候 还不忘加一个郭女侠 可见郭襄到了一天时代的 却闯出了名堂 继而轰动江湖 何维侠在金庸的笔下 侠可不是局限于建议文为拔刀相助 还要像郭襄那般为国为民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为 郭襄死后 郭襄也做了一些为国为民 驱逐达鲁之事 笔者认为 郭襄武功极高 又是一派掌门 他除了要替郭襄报仇血恨之外 还有刑似忽必烈将蒙古打死 赶出中原的雄心壮志 只可惜蒙古人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郭襄的峨眉派无法与蒙古人抗衡 郭襄只能担惊竭力地寻找机会 达到刑似忽必烈的目的 然而郭襄万万没有想到 他不但没有杀死忽必烈 还和忽必烈身边的一位绝世高手 发生激烈碰撞 忽必烈身边会有高手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神雕时代 忽必烈就招揽了金轮法王 尹克希 萧香子 尼摩星等高手 崇阳宫意义中 杨过手持玄铁重剑力挫蒙古三杰 在襄阳城大战中 杨过使出黯然销魂掌 将金轮法王从高台轰落 随后杨过又甩出三立飞时 击杀了大汉蒙哥 蒙哥一死 蒙古人群龙武手之下历史大乱 被郭敬率领的兵马一路冲杀 最后一窥千里 只能退出了中原 听闻了杨过 郭敬等中原高手的壮举 忽必烈更是心神大振 可以预见的是 十三年后 当忽必烈率兵卷土重来之际 他身边更是高手如云 其中有一位高手 换作百笋道人 他的玄冥神长威力惊人 被玄冥神长打中者及时不死 也难以逃脱寒毒的侵蚀 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 但郭湘的武功也是出神入化 那时郭湘仅仅只有十九岁 却能在邵氏山上大显身手 将无色禅师 惊得瞠目结舌 原来郭湘的武学天赋极高 此时的他 年纪轻轻却能及百家之长 将杨过传给张军宝的三招 一灯大师的一阳指 黄荣的打狗棒法 周国通的空明拳 英姑的尼秀公 一并学了去 更难能可贵的是 郭湘还出亏无招圣有招的至高境界 竟将打狗棒法夹杂在全真剑法里 这样使将出来四棒非棒 四剑非剑 把无色禅师的袍袖 划了一个大口子 无色禅师是谁 他可是少林罗汉堂首作 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武学大宗师 可这么一位高手 却也被郭湘逼得手忙脚乱 数年之后 郭湘已是峨眉派的开山鼻祖 此时他的武功更是登峰造极 在杭刺乎必烈的时候 郭湘仅凭一人之力 就杀得蒙古一千精兵惨叫连连 然而郭湘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随后赶来的白笋道人 趁郭湘气力剑帅 猛然发起突袭 只听波一声响 郭湘尖头被白笋道人打中 说时迟那时快 偷袭成功的白笋道人那一句哈哈 还没来得及出口 只见郭湘手持以天宝剑 使了一招峨眉剑法 黑爪灵狐 等时就将白笋道人劈成了两半 忽必烈剑挥下第一高手 就这样被郭湘轻松解决 吓得软瘫在地 瑟瑟发抖 正当郭湘手持以天剑 朝忽必烈刺去时 尖头忽地传来一阵冰彻刺骨的剧痛 加之又有一千精兵 赶赴第一现场支援 郭湘只能仰天长叹一生 就此绝尘而去 郭湘自己也没有想到 被白笋道人打中的这一掌 竟要了他的命 郭湘拖着受伤的身子 返回了峨眉山 随后 郭湘运起峨眉九阳宫去毒疗伤 然而 全民寒毒非同小可 天下间 唯有全套九阳真金方 是全民寒毒的克星 郭湘的峨眉九阳宫 只有九阳真金的十之五六 他竭尽全力 也未能将体内寒毒去除干净 在苦苦支撑了三个月 郭湘终于无力回天 就此驾鹤西去 三十年之后 白笋道人的徒弟玄冥二老 凭借玄冥省长 在江湖里刮起了一阵 又一阵腥风血雨 就连张翠山之子张无忌 也身中玄冥省长 综上 郭湘的确有形似忽必烈的举动 不过在击杀白笋道人之后 郭湘死在了玄冥省长之下